大家好 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王女士 还有一位是杨先生 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跟我老婆多年一直有些东西说不清楚 她说她有理 我说我有理 就是说我想通过你们专家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就是谁对谁错 所以你还是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很好地过下去的 对 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小孩 一个六岁的小孩 王女士 你的诉求又是什么 诉求就是赶紧有个小孩子嘛 就也是想调解一下为了家庭和睦 能好就好好过 为了孩子 实际上就是说她还是改不了 我还是想通过就是好去好上 王女士的诉求和杨先生一样 希望为了孩子两人能够好好地过下去 但前提是杨先生能够改掉自身存在的问题 不要再在情感上不断游移 王女士说 当初他们是在同一个单位上班而相识 因为工作中的频繁接触 两人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但那个时候他们双方都有家庭 那个时候他跟他老婆感情也不是很好 我妈跟我前夫妈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前夫喜欢赌博 王女士坦言 第一段婚姻对他而言 已经是名存实亡 在确定和杨先生的恋爱关系之后 他就一颗心全放在了杨先生身上 可是杨先生却脚踏几只船 一面跟他谈着恋爱 一面还和另一个女人纠缠不清 刚刚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也是为了一个女的吵 你们俩认识的时候 是都跟前任没有离婚 对 我们在走在一起的 我看他经常拿着手机发信息 就是跟那个女的有可能比我认识还早 一直也有联系 现在我看到我老公就是一忙好就拿了个手机 包括那个手机零件啊 就是都按了没了 都是跟那个女的一直发微信 就是不是聊天聊QQ 我就感觉我老公心里有鬼 我就到移动公司去 干我老公的卡补出来了 好了等我那个电话号码一拉出来 那个卡补出来 那个女的就打电话来了 她说你是谁 但是我不敢说 我虽然跟她在一起了 我不敢说我是她老婆 也是她女友 我就说我是她妹 不敢的理由是什么当时 因为我感觉到我还不是她老婆 我不敢说 你觉得还没有这个话语权 对 但是那个女的就回我 她说她是她女朋友 就是她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女的 她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她妹 我就这样说的 她说她的手机在哪里 我过来拿 她就这样说 我是她女朋友 我就感觉她起得怪了 她这里老婆没离 看到我 还有你 搞出了个女朋友 这个事我们也一件吵过 就是她跟这个女的在一起了吗 不是女朋友 就是同事 没有恋爱关系的 没有 什么关系都没有 当时没有关系 但是以后是有 也是在逼出来的 是说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和那个女孩子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 纯粹的就是同事之间 反正我的手机里面 我的什么东西 我不能有一个你的 不能有异性的 那你问了 现在手机里面有没有你的呢 她不应该管的 当时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了 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 我就在外面做什么东西 你没有这个资格来管我 不是名 不是夫妻啊 是不是 她这么能管我呢 拿到我的身份证据 掉我的 补我的卡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样呢 不是有资格 你怎么有资格来 接到分你是我的合法妻子 没接到分之间 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呢 同事之间 不是说像你们 他拦你之间的事 你觉得他管你太多 查你的卡 一直都是这样的 都没有就是鬼问鬼问 就是跟哪个女的 你听我说 他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肯定是也想过 跟他分锁了 跟那个女的 好了那个女的 直接从南昌到乐平去了 我那个时候要跟他谈 因为我们是同居的 他跟那个女的分手 那个女的直接扒达 那个车子前面 那一块玻璃都拆掉了 好了钱包裂了 好了我就问他 好了那天晚上就赶回来了 好了没有多久 他又跑了 又跑到南昌来了 一跟那个女的同居 我电话也打不通了 我感觉到 人啊就感觉到说 真发了样子就没有了 好了第二天又回来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跟他在一起 他的事 他跟我解释 他说算了 就跟那个女的分手 讲清楚了 他说 还是要跟你在一起 对 好了又分了 他就在上方 你没有那个女的 怎么赶紧车踢坏了呢 我没有承认这个事 你那天怎么突然失踪了呢 好了第二天再回来呢 王女士无法接受杨先生 游戏情感的态度 但杨先生为了表决心 不仅和对方分了手 还果断地把自己 从上一段婚姻中抽离了出来 经过杨先生的一再示好与保证 王女士选择了原谅 随即他也和前夫 办理了离婚手续 跟杨先生领证结了婚 可谁能想到 在与王女士结婚之后 两人孩子都有了 杨先生却还花心不改 依然和其他异性暧昧不止 对此杨先生却振振有词 说一切都是被妻子 给逼出来的 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每天跟你吵 说你外面有啊有啊有啊 就是每天都说你有 结了婚以后也说你有 对就是无朽无朽的唠叨嘛 就是就是唐生在念 那个生活的颈步骤 就是念的那个头就是痛的 反正就是回家 就是跟你人 就是有你人 其实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 这肯定你相信你们也应该理解 关系不好不不结婚 是吧 感情不好不不结婚 接了婚就她是过日子 她就是天天就是女人 女人 女人 你外面有女人 我说我拿来的女人呢 就是三天两天 基本上天天是这个话题 到了这里啊 我们就是要对了自己啊 说难怪人在做天在看 要凭自己量 就不要撒谎知道吧 真的 我认为说了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么想拒绝知道吧 明白 我有时候跟他说 我说你心里面可能有点那个 有点心病 我说你最好到心理上咨询一下 你的病知道吧 他说我有病 这么干净 天天说你在外面有女人 有了有女人 我说没有 没有 那怎么会有一个跟你有不正常关系的女孩出现呢 就是他天天说我有嘛 他天天说你有 然后你就非要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一下子气嘛 没有 没有也是有 有也是有 你这个逻辑有点奇怪啊 就是 他说有 你烦躁了 就必须要造出一个来 是这个意思吧 他天天说 他天天说 没有的是我就是没有 所以你有一个不正常关系的女性 也跟她有关系 你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是啊 就是他天天说我 没有是 如果是有 没有的是 你天天说你有 有有有有 416年我儿子还好小 还在吃母乳 知道吧 我儿子是我自己手机要带的 他吃母乳的时候 就是妈做妈妈的 就肯定也很好 能吃知道吧 好了这个心窝点 就跟有东西掏的一样的 好难过 我就叫他去买奶给我喝 但是我查到手机 确实是查的 我跟你说 我有可能是比较了解他 他的面码真的让我打开了 你知道吧 他跟那个女的 谁在肠上在接吻 好恶心 好了他回来了 我直接身上发抖 我一直抖一直抖 我说话也说不出来 我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散了他一个耳光 知道吧 好了我就拿着手机 我说你看你看 我说 因为他的手机上面 有位跟我的手机 也拍几照来了 我就是这作为证据 看他跟我那个手机 也都给我砸了 女人都接受不了 这种做法了 我就这样说 你这个砍过得去 你就过 过不去 你就跟我离分 我就这样说的 还是过去了 我们都很谈到 你过得去 就过嘛 过不去就算了嘛 听我说了 后来那个儿子 还在吃母乳 后来他那个爸爸 跟他妹妹 就到我家来了 我姑子说 就我原谅他 我跟我公公面 也打了他 就是捶着他嘛 公公就说 叫他给我跪下 还是写保证 后来我想来想去 还是还是可怜 那个小孩子 又带得好玩 是吧 胖嘟嘟的 我还是放不下 和儿子知道吧 后来我就 还是递着头 就要过去吧 但是他始终 还是没有白脱 在婆家人的劝说下 王女士心软了 而杨先生表面上 虽然是说着悔改 背地里却暗度陈仓 和第三方 藕断丝连 2018年 忍无可忍的王女士 一怒之下 选择了离婚 可因为放不下孩子 一个月之后 他又与杨先生付了婚 却不了 就在他们婚姻 遭遇波折的时候 第三方 却再次趁虚而入 开始穷追不舍起来 到了一八年 又跟我离婚了一个月 又复了婚嘛 那个女的问题 问题肯定是不知道了 肯定她给的离婚证 给那个女的看了 她会说 我自由了离了婚了 然后那个女的就是说 她也意外 也没想到说 你离了婚一个月 又复婚了 又回来了呢 那个女的就发了信息 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回 死了 那个女的就骂她呢 后来她也没回 我在肯定不方便回嘛 是不是 她一般都把手机 搞得震动的 知道吧 后来有一次 那个女的打电话过来了 我就接起来 她骂她 然后我就拿她手机 抢过来了 我就接 她以为我是她了 那个女的 微信的天 都知道为什么 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回呢 就这样子呢 不方便了 就这样问她了 她说不方便嘛 就这样 往往后我就说 我说你说方便不 儿子在老婆在 我就这样问她了 后来那个女的就骂我 这个老女的 你这个怎么样的女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 你不是离了婚的 就骂得很难听 就是这个女的 后来是骂我 骂我公告之婆 然后连她儿子 全部骂了 骂得都好难听 就是说当时你们 18年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女孩子的事情 离婚又复婚的 她不知道 我们现在打电话来 肯定是找她嘛 好 忘骂她嘛 你当时复婚的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孩子还小 对 像我姑子说的 我姑子呢 不认为她是我姑子 我认为她就是 像我姐一样的 有可能她能跟我 沟通到一起 我跟她会讲讲心里话 我姑子就跟我说 她说你不要难过 有可能她年纪大点 慢慢会改掉的 她就跟我讲 我给你理一下 就是说这个事情 是从2016年开始的 她出轨了 对 然后一直到2017年 18年 对到8年 也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她一直搞了个17年了 从你内心底里面 你原谅她这件事情了吗 那这放到我心里 感到有意义 因为看到那个东西 有可能没看到 会好过一点 就是看到了画面胎 对对 所以你表面上是为了孩子 心里还是原谅她了 跟她复婚了 但是心里面这件事情没过去 就是心里还是有点难过 但是再还有那个女的 讲话骂人 骂得比较难听 杨先生能明白她心底意思吗 她什么事情过得去了 她没有过去的东西 好 我们先不说别的事情 我们先说一个女人 在结婚期间 婚姻期间 你和另外一个女性 那样的图片 你觉得她能够理解吗 能够说过去就过去吗 肯定是一下两下过不去的 就是说你可以理解她 可以理解她 但是有些是 是让时间慢慢地去淡忘 是吧 现在心情肯定是可以理解的 让时间去冲淡一切 现在不是以前的 以前都已经是 是吧 就跟过去的东西 错的已经错的过去了 又不是说自作不改 你就问一下她 是不是改了现在 好像这个方面没了 是谈现在是不是 现在是为什么要离婚 要吵架 是为什么是现在 杨先生认为 这些错误都已经是过去式 妻子没有必要一直揪着不放 动不动就拿出来指责她 还把她们当作 现在来离婚的理由 对此 王女士显得很无奈 有可能就说什么东西 跟我说对家庭 总的对我好 有可能我慢慢会忘掉 会慢慢淡忘的 对 王女士表示 她很想让时间冲淡一切 但问题是杨先生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给她造成的伤害 甚至在这些错误发生之后 不仅不想办法弥补挽救 竟然还去前妻的抖音上流言 在王女士 原本就伤痕累累的心上 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发到她前妻的抖音了 但是我就看一下呀 看到那个真的是这个女人啊 但是我看到这个下面 她就评价她呀 说她呀 上面就说 就是孩子她妈 我欠你的菜多了 到有下辈子 我要好好的报答你 吃气了才知道珍惜啊 你在我心里 我永远忘不掉你的好啊 自己希望你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祝你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就是这样子 一派服务员 梁先生 你是发了这样的留言 给前妻吧 在抖音上 我不是发给她 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 写的我自己的微信里面 好沙皇 不是发给前妻的 她的前妻下面 我根本就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她就是跟破案的一样的 就是每天就是要 发你的手机 每天都要 你都一直动 跟手机大什么叫 什么都要 你拿你的手机 那个记录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说了你回去说 一万几万听到 好 来 杨先生急于否认 妻子的控诉 与妻子争执了起来 而王女士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把相关的手机截图 发给了主持人 看一下啊 这个是抖音上的评论 这个就是在 她的抖音下面的 对吧 这个是在19年的时候 对吧 不是 19年那是她前妻 发的照片 19年 这是去年 就说 孩子他妈 我欠你的太多了 如果有来生 我会加倍地补偿你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心里永远忘不了你的好 好好照顾自己 祝你永远年轻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杨先生 这个是你给他的评论 是啊 是你给他留言 是出于什么目的原因 有些时候 就是心里面 很压抑的时候 总想 发现一下心情 就所以就写了这个 那你心里面 是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心里面是真的这样想的 觉得前妻好想 跟前妻在一起 他吵得厉害的时候 想过 真的是 不吵的时候 不可能会想这个 吵得太厉害的时候 天天地吵 天天无休止 无休止地吵嘛 吵得人肯定是 你还有点想法了 是吧 因为他也经常说 你就跟你前妻过了 跟你前妻过 我说前妻又没有 招你 没有招你 你怎么能说到他 干嘛呢 就是 每天都这样说 天天说 那里就经常说 肯定有点 刚刚有时候 我在那个 我现在我是说了 说了 这个我是说的 看到这个的时候 什么想法 我感觉的想法就是 我不能试 能试 我想让他真的回去 跟他前妻过算了 现在的原因 还是因为有了个孩子 对吧 对 一段感情兜兜转转 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王女士 逐渐萌生了 放弃的想法 好去好散 可杨先生 不愿意就此放手 他认为 这些事情的发生 也不能全怪他 是妻子 吴休止地怀疑和唠叨 让他倍感痛苦和煎熬 才会一再犯错 那么 老师们会怎么看待 他们之间的问题呢 婚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究竟谁的错误更多呢 调解员李金平毫不客气地指出 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杨先生身上 而杨先生的抖音名字就透露了他对待感情的一贯态度 以你的抖音名字 足以说明你的心里 顺其自然 什么叫顺其自然 一个人如果对于人生的不幸觊览 我们想宽慰自己 想从中从心爬起来的时候 对于人生大的欲望追而不得的时候 我们通常说顺其自然 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和一种对客观事物的接纳 而你恰恰是在情感之路上顺其自然 什么叫顺其自然 就虽然我在婚姻之内 但是外边有人对我好 我就顺了 如果虽然有这个人对我好 还有人对我好 我也顺了 顺其自然嘛 即使我不想搭理你了 你跟我各种闹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因为你生了我的孩子 我又顺了 这叫什么 你顺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我已经结了婚 有了孩子了 如果你逼我 说我外边有人 正好恰好 外边又有人勾到我 我又顺了 你这顺其自然 做得可到位了 你怎么那么会顺其自然呢 现在你顺了嘛 你走得下去嘛 你顺得下去 你活得自然嘛 一个男人 或者是一个女人 在情感之路上 任期顺其自然的走 一定是顺不下去的 也没办法活得自然的 情感之路上 男女都一样 一定需要理性慎重的选择 因为这意味着责任和担当 所以 你今天顺不下去了 今天您二位 都把过去那些不成熟的想法 都丢在这个地方 都丢在这个地方 好好收受心 作为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的成人 理性的思考一下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何去何从 要怎么走 愿不愿意担当 能不能真正理性的选择一回 这才是你们今天要思考清楚的 调解员李金平 希望杨先生和王女士 都能够理性地看待当下的处境 做出慎重的选择 随后 心理老师陈瑜 决定与杨先生 做一个心理游戏 让杨先生感受一下 在这段婚姻里 王女士的感受 你现在站在椅子上面去 站在椅子上面 对 是的 这样算这样 左边一把 右边一把 陈瑜老师 让杨先生站到椅子上 准备做什么呢 根据陈瑜老师的要求 两位工作人员 分别将椅子 往不同的两个方向拉开 随着椅子之间的距离 越拉越大 站在椅子上的杨先生 所面临的危险 也逐渐增大 最后他跳了下来 好 可以了 好 把这个道具拆走 游戏结束 杨先生回到了座位上 那么从陈瑜老师设计的游戏中 杨先生感受到了什么呢 杨先生 通过刚才的游戏的话 你的感受是怎样子的 感受 对 当你站在连把椅子上面的时候 每把椅子都在往后缩 你的感觉是怎样子的 就是不能分开 不能分开 对 你在上面的话有安全感吗 不安稳 不安稳对不对 然后呢 同时的话呢 是随时会有危机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吗 你在感情生活当中的时候 你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来看一看 你在对待感情上面 你本人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当你第一段感情 你的前妻那边出现问题的时候 还没有结束 你就开始有了第一个备胎 第二个备胎 然后呢 当你呢 跟你的现在的这个妻子感情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又会逃跑 你逃到哪里去呢 精神上面的话呢 你开始逃到你的前妻那边 开始怀恋到她 她以前对你很好 你觉得你没有珍惜到她 对吧 原因是因为说你觉得你跟你现在的妻子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的争吵 所以你会怀恋到前妻 精神上面开始脚踏两只床 然后呢 在你们的婚姻关系期间 由于她怀疑到你 你觉得 所以呢 反正你一直怀疑我 对吧 那我就真的去验证 于是呢 你就出轨了另外一位女士 所以你回过你的人生 你去看一看 你一直都在脚踏两只床 只要是A这边 感觉不好 你马上逃离 找备胎 那么就像刚才的游戏一样 脚站在两把椅子上面 你真的安全了吗 它相反会让你更加的不安全 所以呢 从性格心理学的角度 言先深 你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你永远呢 看见危机要发生的时候 你就开始逃跑 你不仅缺乏安全感 而且的话呢 你的逃避性性非常的严重 那么你一再逃 一再找备胎 你真的就会幸福吗 你跟你的前妻写了一段话 你说的是呢 你觉得愧对于她 失去了 你才懂得珍惜拥有 那么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真的学会珍惜拥有了吗 你现在有了你新的妻子 然后呢 你有你现在的孩子和生活 你真的学会珍惜她了吗 我学会了 珍惜 不是靠一个人的 那么来看看我们的丸女士 你的性格是软弱的 软弱体现在什么呢 对你老公的一再原谅和放纵 我可以这么说 你的老公之所以到今天 她还可以这样去指责道理 是因为你无底下 假设她初次背叛道理 被抓现场 你就坚决地离开她 她还会有今天的模样吗 对吧 一个女人一再包容一个男人 让一个男人一再放错 还自以为是 这就是因为你太过软弱 她如果违背了婚姻的这种价值光 违背了忠贞 你有权力可以让她出去 但是你没有 所以呢 我想跟你讲的是呢 任何的事情啊 都是相辅相成的 你的一再地放纵 让她一再地逃避 你的一再地放纵 让她一再地没有底线 对吧 你好好去仿慈一下自己 谢谢 南方女方 首先你们两个人 在结合之前 就彼此有过错 对彼此的婚姻都不忠诚 你们不应该在婚内的时候 就放纵自己的欲望 错误地走到一起 就违反了一个 基本的公序良俗原则 所以说你们的结合之初 就存在过错 各自的过错 第二点 你们既然已经错了一次 坚持走到一起 你们就应该 好好地珍惜婚姻 南方 这里我重点提醒你 你在结婚前 和女方出轨 走到一起 还有备胎 在结婚之后 又心愿一马 和其他人 有暧昧关系 我个人感觉你是 完全不尊重女性 明显地不尊重婚姻 你对婚姻的不忠诚 是因为你的非常自私 你已经属于 我们民法典 婚姻家里面所说的 对婚姻有重大过处一方 如果在法院判决离婚的时候 将因此在分割财产 和孩子抚养方面 受到相应的过错惩罚 女方 你之所以一直充满了不安全感 正是因为你在结婚之前 就也有过错 所以你内心不自信 得来就不名正言顺 自己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呢 所以你内心充满了恐惧 一直很抓狂 那么我奉劝你 你首先要充实自己 而不是意味地去监视 控制 不断地怀疑 防备和焦虑 一生一鬼 那么只会让他厌烦 一段婚姻感情的长久 关键还是靠彼此 共同地吸引 共同 精神上能够共同吸引和欣赏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像剧情化的这样 不断地焦虑 甚至故事化的这样 咆哮 伤心 是完全抓不住男人心 他只会越来越嫌弃你 厌烦你 请不要自己自怨自哀 难受下去 你更应当让自己 真正地优秀起来 通过自己的优秀 去吸引对方 最后我奉献两位 你们既然走到一起 就好好珍惜这段婚姻 不要再彼此伤害 既然你们已经错过一次 不要再轻易地再错一次 婚姻不是儿戏 在开始的时候要慎重 你们为了自己的孩子 也应当好好珍惜 承担起一个父母的责任感 杨先生 人是在法律和道德 双重约束下 要言行的 要做人的 所以道德感偏低了 时间并不是很长的几年里 它被你有意无意地 被你一笑而过地伤害 捅了无数刀 那条大屏幕上显示的留言 又一次伤了她 瞻前还顾后啊 那番话 你表现的是对前妻的暖 歉意 甚至你知道你太太读出了什么 我后悔了 说得直白一点 我娶了这个女人 我后悔了 我肠子都悔清了 我告诉你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我们读到的所有的前台词 都是这个意思 你想想 你太太的心 是不是又捅了一刀啊 所以这就是你错的例子 而你的错 我说的重了一点 因为我们都是男人 咱不玩虚的 他的错是方法和脾气的问题 至于是分适合 我不做最后的表态 因为是你们的权利 你们的宝宝 我刚刚在休息间的时候 开始之前我有见到很可爱的孩子 他凭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爸爸 他凭什么在后天看到的是爸爸和妈妈的分崩离析 他凭什么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会缺少一方 或者说减少很多的关爱 凭什么孩子没做错 所以我希望杨先生 掏心肺腑地想跟你说一句哥们的话 我们都是男人 就为了自己曾经的缺席 以后应该努力了 应该调整自己了 对得起自己的爱人 对得起自己的孩子 对得起曾经自己过往失败的婚姻 这次不能再败了 你输不起 我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你们现在的生活 一 混乱 二 荒唐 那两个成年人 而且都年龄不小 为父母的成年人 还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有的时候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心痛啊 怎么好像我的人生就过得这么狼狈不堪呢 那我说一下你们中间的问题啊 希望能够对你们以后 不管是在一起不在一起 有所帮助 因为我个人认为 也许你们的这个婚姻 哪怕是有一天走到了结束 它只是你们混乱不堪的内心的一种反馈 或者说一种现实的折射 也就再坏一句话说 你们即便是结束了这场婚姻 又去跟别人在一起 或者怎么样 你们的生活依旧会过得混乱不堪 因为你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混乱不堪的自己 一个不成熟的自己 我们先来看一下女方 我认为王女士身上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感和价值感 那种被认同的感觉 按照你老红的说法 我借用她的话 就是怀疑也好 动不动就翻旧账也好 王女士 看过去都是她犯的错 但是我想说 这里面又有多少是你自卑的一种变形表现 所以啊 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老从别人那找原因 有的时候我们回过头看看自己 我不是责备你啊 王女士 我是希望你能够明白 看一下这个问题 是不是不是全是她的错 我内心的创伤从来没有被疗愈 这是我要跟王女士交流的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 杨先生 我对你 我不能用就是扎这个词来形容 我不认为你是那种 我脑子里定义的那种坏男人 或者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那我只能怎么定义你呢 你是一个特别现实的男人 哪让你待得舒服 你就想投向谁的怀抱 哪让你觉得轻松 你就想坐到谁的板凳上 哪让你能够觉得 不再承担生活中过多的压力 你就想直接选择那条路走 所以我们会发现 你永远在女人之间 游移来游移去 始终没有完全真正坚定 所谓的爱和方向 没有 因为对于你来说 人生就是一个 我说的可能有点不太好听 一个投机取巧 趋利避害的过程 但是你真的趋利避害了吗 这么多年下来 你真的避开了你不想要的 迎接了你想要的幸福生活吗 你这样来回去 闪转腾挪 最后的结果是 哪边都过不好 自己心里不舒服 老婆心里不舒服 整个家庭关系乱七八糟 所以杨先生 我认为 你不是一个坏男人 或者说那种渣男人 不是 但是你一定是一个 在某些时候 没有承担 避重就轻的男人 老师们的点评 毫不留情 几乎都把板子 打在了杨先生身上 王女士认真地听着 不时地点头 显得很认可 然而 杨先生的反应 却完全不同 她的诉求 明明是想和妻子 好好地过下去 但当老师们 给她提出意见和建议时 她却显得不太愿意接受 甚至到最后 还在重复着这么几句话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 以前都已经是过去的东西 刚才在拿了以前的东西来谈这个事 我们就已是认识你现在 是谈现在 是不是啊 现在是为什么要离分 要吵架 是为什么是现在 在杨先生看来 知错就改善莫大言 过去他所犯下的那些情感错误 都已经成为过去时 现在他已经痛改前非 没有再犯 妻子之所以在今天 还反复地拿出来强调 其实是有意掩盖 另一个事实真相 一个促使妻子 执意离婚的真相 那么杨先生口中所说的真相 指的是什么呢 打了一个电话 他就没有接 就罚掉了 故意爱 故意我爱 怎么怎么样 故意这样说两句 王女士为何要故弄玄虚 她极力掩饰的背后 又是否隐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些东西她也逼我逼的 我就说你把那个通话记录打出来吧 七点还是几点吧 交你一百个电话 好撒谎 打这个号码 全部用这个笔 全部发掉了的 我看不到这个号码的 其实我心里是很清楚的 当婚姻面临危机 她会如何应对 王女士吐露的一段心路历程 又是否是影响她婚姻观 最深层的原因 我爸比较不疼我 从小我是没有得到父爱的 所以你选择了你现在的这个老公 对 是因为 对我确实还可以的蛮好的 你在他身上得到了 感觉到那种爱 最终 他们能否走出困局 在婚姻的围城中 重拾幸福 你真正做你自己 和你老公之间建立这种平等的 互爱的 互相成全式的健康的关系 你才会真正体会到 这种被关爱 被重视 情感的回归 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节 围城困局 下棋